約旦和西岸熊熊烈火吞噬著這輛車 旁邊房屋的外牆焦黑 到處濃煙瀰漫 以色列屯坑者包圍當地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子 還把人家的家具物品全燒成灰燼 巴勒斯坦送仗者喊著口號送同胞最後一程 以色列的攻擊事件不只發生在約旦和西岸 以色列與黎巴勒的邊境也是戰場 以色列與真主黨已經持續互相轟炸 至少六個月 當地建築在戰火中倒塌 至少有八萬名居民暫時撤離 到CN訪問邊境時看起來非常平靜 但以色列持續釋出 他們攻擊真主黨軍事設施的影片 儘管以色列受到伊朗真主黨等多方威脅 但他們攻擊的強度沒有因此放緩 CN記者表示 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互不相讓 可能造成戰火外溢 讓所有人懼怕的中東戰爭 離真實越來越近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